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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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本季首位成功晋级半决赛的选手 不舍得说实话 希望在半决赛的时候大家不要忘了我 而梁艺木最终遗憾离场 本场竞演化界歌王将同时迎来新的两位不畏歌手 第四场不畏选手予以的出现 以强劲的实力打破赛事格局 人家专业的唱歌副业的演技 唱歌都要哭了我 半决赛晋级之争 日趋白热化 化界选手蓄势待发 而同样获得过单场竞演歌王的陈建斌 江山能否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杀出重围 向本场歌王发起通缉 成为第二个晋级半决赛的选手 结果扑朔迷离 参加本场竞演的选手 将使用这一刻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Vocal R9S 通过网易云音乐APP扫描二维码来选歌 抽到同一首歌曲的两位选手 将被分为一组进行两两PK 化界歌王第五场竞演即将开始 实力黑马驴翼强势出击 本期他将用不同的曲风表演 持续对半决赛步步紧逼 起来 吐吐热吐热吐热 太莫名其妙 这关系一下就不顺了 音音特别弱 就感觉像雅剧一样 特别奇怪 面对众多竞敌 陈建斌也不然示弱 他能否加入歌王直通半决赛的席位呢 已经进已经开始了是吗 不好唱吧 我要唱B 第一场竞演就遭遇实力强劲的陈建斌 那怎么办 那你就到时候你就先把他视频拿来给我看好不好 我对我的音乐是负责任的 陈小孩 陈小孩 陈建斌老师也特别好 他把第一段先给我了 第一段尤为重要 然后他也觉得该帮后背一把他就把第一段给我了 不好唱吧 我要唱第一次 所以我很感谢他 哈哈哈哈哈哈 再来一下 棒我就唱吗 有点难度 希望明天能做好 面对这样的局面 王若丹再发起招 向本场歌王发起冲击 本场竞演中江山身体不适 带病坚持彩排 渴了两夜一天 太来世凶猛了主要是 我自己都很担心 自己的这个声音能不能出来 老仔 我声音完蛋了 我渴得不行了 我昨天渴真正一天一夜渴了 怎么办 没打 为保证演唱状态 江山紧急赶赴医院做物化治疗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会否影响江山的发挥 他能否完成本场竞演呢 六位嘉宾本场竞演 即将带来怎样的精彩 谁将问底歌王 谁会淘汰 王子之争 现在继续 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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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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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墙上我们有六位的照片 我们每一场会有301位观众 要在进场的时候 预测一下 他们心目当中的 本场阁望都是谁 魏达星先出 对 魏达星先出 我是第一个上场吗 对啊 因为你的心目前最低 那我跟人 我跟人气王平平嘛 对 你给新来的就这样吗 我们都是这样的 走一个是一个 以后我们会有 30秒的思考时间 谁愿意 抓紧让我先唱吧 嗯 我们来 我怕来不及 我要抱紧你 直到感觉你的皱纹 有了碎了的痕迹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 直到失去力气 为了你 我不愿意 别看着你 哇 还可以啊 直到感觉你的发现 有了白血的痕迹 直到视线变得模糊 直到不能呼吸 让我们心影不离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值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只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手心 你掌心的指 我就记得在哪里 我们好不容易 我们身不由己 我怕时间太快 不够将你看仔细 我怕时间太慢 日夜担心失去 恨不得你 也只剑白头 永不分离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 至少还有你 值得我去珍惜 而你在这里 就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 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 就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消息 你掌心的指 我总记得在哪里 你掌心的指 我总记得在哪里 在我们正式开始点评之前 我们要请上特殊的评论团成员 掌声欢迎一下吧 有请老仔老师 老仔老师 老仔老师你来了 老仔老师 评下评下 他们两位有没有演艺出 您对这首歌曲的理解呢 因为彩排的时候 那个江山啊 她病了 还是对她有一些影响 对 因为山姐平常那个心率监测 都蛮淡定的 可是我今天一看到拉卡拉 发现山姐心跳特别快 这个歌呢 说实话 对于演员气息的要求啊 还是蛮高的 一病了嘛 那就啥也谈不上了 这歌还有个细节 大家注意到没有 就是副歌部分啊 大家听的时候是有和声的 但是这个和音 不是我们和音组 唱 那是江山姐唱 哇 再给江山姐鼓鼓掌 这次演唱应该是两位 在我们话节歌完舞台上的 第一次合作 等等之前碰到的是姚晨 然后是陈建斌老师 都是大boss 然后是江山姐 哇你好倒霉哦 你来三次都碰到 我们最厉害的三个人 你敢想怎么样 说实话 我比较有安全感 因为我的那个节奏会不稳 因为我一没气 我就想唱快一点 然后那个山姐就是 就一直在帮我打着拍子 拉着我的手 就她给了我一个 特别安定的感觉 没有跟建斌老师唱歌紧张 我跟她唱歌紧张 说真心话了 说真心话了 对对对 我觉得你模仿别人很拿手 今天谁没来我就模仿谁 因为来的话 我一旦模仿不好的话 可能会给我插评 我对你有天然的好感 天然的好感 对她的经典台词 对这个任嘉伦 有天然的好感 天然的好感 你干脆把三个人都模仿一遍呗 烙仔老师有什么特点 烙仔老师就是他会甩头发 因为他组合的时候 掉下来之后他会这样 你可不可以 烙仔老师特别为了 你不能挡住谱子 这是专业动作 戴老师有什么特点吗 戴老师特别像我大姨 像我大姨 像你大姨 因为我妈妈还有那个 就是大姨啊 然后还有老姨 他们头部都有点自来卷 哦 就是融融的那种 下次来让他合影 哎 合影 没有 直接坐你后面 哎 焦哥有什么特点 好好说啊 焦哥 焦哥就是帅 运速临风 风流倜傥 帅 说得太好 对 好难学 你说的三姐都去旁边吐了 好了 我们别折磨三姐了 我觉得我们赶快投票 赶快来投票 如果站在粉丝的角度 那我肯定要投三姐 可是如果以站在评论员的角度 那肯定是王洛丹 还是表现得比较突出 所以这票投给王洛丹 大老师 大姨 从唱上来讲呢 江山状态不太好 但是我依然觉得 他的唱功比你的好 所以说我要投给他 谢谢 谢谢 从公正的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我投给 我觉得我投给王洛丹 投给王洛丹 恭喜王洛丹 升上二层舞台 开始大秀表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敌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老人不出闻 为将做多大故事 来来来 听一下 我刚跟OPPO的客户开过会 OPPO R9S持续大卖 虽然销量飙升 但所有人都不许怠慢 最终版的创意方案 今天晚上必须给到我手上 不然的话 谁都别下班 干活 土质感一下 everyday 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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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 发意发呆都一点了 但是又要告诉自己 是不是要坚强一点 梦想总是绕一个圈 却还需要回到原点 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 我真的没时间 没时间 吃一顿早餐 我没时间 没时间 去锻炼锻炼 我没时间 没时间 光一光上天 我没时间 没时间 真的没有时间 我没时间 没时间 看一看恋爱 我没时间 没时间 去锻炼锻炼 我没时间 没时间 我有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 我越来越怀念从前 没有无理美好童年 但是又要告诉自己 是不是要紧张一点 梦想总是要一个圈 却还需要回到我原点 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 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 吃一顿早餐 我没时间没时间 吃饭也饭也 我没时间没时间 我会多想念 我没时间没时间 真的没有时间 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 我只好在原地发呆 这个世界方法得太快 我要怎么画出未来 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 我只好在原地发呆 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 我想不明白 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 吃一顿早餐 我没时间没时间 吃锻炼锻炼 我没时间没时间 我有一天早餐 我没时间没时间 真的没有时间 没时间没时间 那一段恋爱 我没时间没时间 常回家看看 我没时间没时间 我有一天早餐 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都不下班了是不是 我 dolphin 我越来越怀念从前 无忧无虑 美好童年 但是又要告诉自己 是不是要坚强一地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OPPO公司 有这么好看的女职员 那加班男职员也是愿意的 是不是啊 那肯定是的 连警卫保安都舍不得走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要火了 你要火了 哎呦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 是你在跨界歌谋舞台上 表现最好的一首 哎 我也认同 既反思了工作 生活的关系 然后呢又一种 一笑而过的这种态度去面对 态度非常好 就是调侃 调侃的态度 我选这个歌的原因 也是我四五年的时候 前的时候我经历过 一个这段时间 每天早上起床 我不知道在自己 在哪个城市 就没时间做任何事情 突然有一天 我就觉得说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后我就停了所有工作 一个人去纽约 待了三个月 再回来的时候 我大概知道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 我不想要那么快的节奏 我想慢慢的 碰到喜欢的戏我就拍 然后没有的话 我就是陪陪家人 像我去年也是休息了十个月 然后才拍了一个急诊科医生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一种节奏 非常好 这个歌真的是唱到我们新坎里 我刚刚从 看他一走上桌子 我就知道事情不妙了 哇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剧 然后上桌下桌 然后走到左边跳两下 又到右边 人家在做俯卧撑 他不把他拉起来 还推他两把 他这个歌是 最起领排练时间算比较长的 有很多意见都是 丹丹她自己出的 但是我后悔了 这个坑吧 就越跑越深 丹丹这首歌真的唱出了 很多人的心声 所以我看到在网易云音乐上 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有很多人都在吐槽 自己确实没有时间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样的困惑 或你们没有时间的事情呢 都可以来下载网易云音乐 然后在评论区当中 跟我们来分享 你们没有时间的故事 我前两天看了看丹丹的微博 她说跟妈聊天 聊了每两句 我们俩都哭了 妈说这个月 跟我说的话 总共加起来没两句 我是一个比较爱拼图 然后玩乐高的人 我有的时候 外界的一些声音 给我压力的时候 我不太想去跟家人去诉苦 但是我妈妈她就会觉得说 你忙了一天了 我等了你一天 我就想跟你说两句话 结果你一回家 就把门一关 就去玩拼图 就她觉得我有点冷落她 然后她就哭 她哭我也哭 因为我也委屈 我不是不想理你 但我真的把更多的一些热情 和经历全都给到了外边 今天出门的时候 就是我跟她坐在厕所里聊天 出了门我在想 她为什么找到这个时间 因为她知道晚上我累 我不想说话 早上我着急出门 我怕迟到 只有说我在早上 在厕所的时候洗脸 有的时候我在洗澡 她也在这样跟我讲话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为人父母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特别是当我的妈妈也不容易 努力吧 我们多拿一点时间 多给到他们 尽我们的权利 你下次如果 能录像有方便的话 把妈妈带过来 对不对 可以坐在下面 坐在大姨的身后 接下来全场的所有观众 要为单单来投票了 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投票通道关闭 一起来看大屏幕 不少不少哦 多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恭喜单单 开门红 给他们后面点压力啊 好 魏大勋小心点啊 说你呢 好的 单单来休息一下 那现在呢 电影今天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也可以拿出手机 打开手机 天猫手机淘宝摇一摇 来猜输赢 猜结果 你将会获得 我们一百元的 天猫超市生活费 竞赛已经开始了 那比赛会继续进行 我们有请 下一组竞演选手登场 我还是有点紧张 然后也特别忐忑 希望自己能取得 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这个歌比较适合 我这个年龄的人唱 然后我就是在 单纯地唱歌 那我觉得就是 很好的一个情节 这个年龄的人唱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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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静的小村啊 又一个笨小孩 出生在流林里面 可以啊 发现呀 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逛 花自然 会开 转眼间那么快 这一个奔小孩 又到了80年代 这个好戏过他 不算好也不坏 经过了90年代 最无奈 他自己总是会 买人家一拍 没有钱 在那口袋 哎呀 往这胸口拍一拍呀 勇敢站起来 不用心情太坏 哎呀 向这天空拍一拍呀 别想不开 老天自由安排 他们说城市里难不坏 你不爱怎么想也不平白 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 结果我没有女孩 本小孩 本小孩 依然是真强的 像树头一块 只是晚上寂寞难耐 哎呦 往这胸口拍一拍呀 勇敢站起来 不用心情太坏 哎呦 向这天空拍一拍呀 别想不开 老天自由安排 哎呦 往这胸口拍一拍呀 勇敢站起来 万他上天上海 哎呦 向这天空拍一拍呀 别想不开 老天自由安排 老天爱奔小孩 老天爱奔小孩 怎么样他们俩完成的 这个歌原来是三个熟男唱的 刘德华 还有我们的特技高手 已经过世的柯秀良老师 飞跃长城的 还有吴宗献 可是以这个大勋这个年纪 他还是能够把那种 当年很纯真的时代 勤奋的孩子 发奋图强 得到成功 那个感觉唱出来 我觉得不简单 那以前听过这个歌吗 大勋 我听过 刚出来的时候 特别红的时候 我听过 哦 建斌呢 是唱他自己 大勋呢 是在唱这歌 这么一种感觉 我在唱他 他俩其实唱反了 大勋是个八零后 唱了一段六零后的 没错 黄尔是六零后 唱的是八零九零后啊 应该让建民哥先开口啊 你不是很喜欢 就把麦都standby先唱吗 这个是我有意而为之的 因为那天是我先到的 哦 你先到 我选A和这个B 我就选择了这个B 把这个开头的 给了这个魏大勋 太过分了 要欺负大勋 他们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们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们说皇上特意把 开头让给我 然后因为开头呢 就是一唱出来那种冲击力 使我更加容易升上去 他骗你了 他是因为他抓不到静歌点 你好单纯哦 大勋 对 大勋就这样被骗了 一般人斗不过皇上 对 而且大勋你还没有听说过 剑边老师在这个江湖上的传说吗 什么传说 就除了第一场比赛 剑边老师有一点小走音 没有升上来之外 所有跟他PK的歌手 无一例外 全部都走进了小黑屋 对 甚至就离开了这个节目 对 哦 我告诉你他在这样唱上去连我跟立坤都要离开这节目了 对 千万别跟他站太近 他们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们又怎么跟你说了 他们跟我说说皇上发挥的很不稳定 跟他一组有可能会升上去 你又没睡了 那这样听来我觉得今天貌似皇上的胜算很大哦 因为皇上已经获得过一次歌王了 如果这一次再能够拿到一期歌王的话 就可以直接晋级到我们的半决赛 其实这个比赛之前呢 这个大迅就跟我说了 他说他希望我能够让给他 因为他是年轻 他是我的师弟 然后呢 所以呢 我刚才就 其实没有认真唱 我就随便一唱 得了便宜还卖乖了现在 皇上 刚才你说的退赛那件事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大迅你真的一路被骗 就像建兵哥他刚也跟我说 我今天也没有认真打扮 你看这打扮 而且网易云音乐上还有很多的网友 已经在评论区里面开始评论 对 就有很多人都说啊 说哈哈大迅 你跟皇上一起唱笨小孩 你真的是个笨小孩了 所以大迅我要帮帮你了 因为在这个一层舞台啊 你特别的不熟悉 但是有一个方式可以给你加加分 因为一会儿是我们的三位老师要来给你投票 如果你能展现一点小才艺的话 就很可以容易赢得好感 对吧 我们前几期呢有人吞剑啊 有人跳火圈啊 你可以做个考虑 还有胸口碎大石的 你又在骗他 我们又在骗他 我准备了一个 你以为我什么都没准备吗 看这个 这是一个 看好啊 然后呢一会儿呢我要变什么呢 变什么 一会儿我要变呢 就让这个丝巾啊 从这个OPPO R9S里穿过去 怎么可能 来 现在开始 真厉害 真厉害 好难穿 这质量好好啊 这个才艺绝了 真的我自己的 为我自己感动 拉虚好棒 杰鸣哥 这魔术你喜欢吗 我也是第一次 从侧面看到这个魔术 结果呢 第一次知道魔术 原来是这样变的 哈哈哈哈 OPPO R9S居然还具有 魔术的功能 除了拍照清晰 魔术也很清晰啊 对 此刻最清晰 质量太好了 别的手机可能很快 就穿过来了 你还有没有魔术 再变一个 还有魔术 还有 再来一个 还有魔术 这个道具不要难拿 道具不要难拿 你要干什么 道具不要难拿 哎呦 我好想知道 这个魔术 皇上看懂了吗 看懂了 看懂了 那你觉得魔术 棒不棒 我觉得这个魔术 比第一个更棒 皇上这个魔术 你会变吗 啪 啪 就一个 好了 现在皇上最在意的是 我们要投票了 好 二位做好准备 请来到投票区 没有一首歌是同时适合两个选手 那这个歌肯定很适合尖兵哥 可是呢 惊喜就出现在大勋了 大勋不但把这个歌唱出另外一种味道 也扛下了要抓到进歌点的那个任务 说的非常好 谢谢你点评我的点评 所以我要把票投给大勋 戴老师你呢 我还是投给陈建兵 因为他确实这歌唱得比较好 好 一比 谢谢 你刚说什么 谢谢 最后他们两个人谁能升上二层舞台 完全由唠仔老师手中的一票决定 尤其建兵老师需要这次的获胜 我先回去指挥吧 做好 我觉得还是这个很难当 我还是回归到音乐上 这首歌更适合 皇上 皇上 谢谢 恭喜建兵老师 有机会成为歌王 所以接下来建兵老师准备好 升上二层舞台 开始你的打章 师哥再见 然后我觉得我的表现呢 一般 然后没有达到我最好的状态 所以得到这个结果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感谢观看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放开自由的向往 天马星空的生涯 你的心表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悄悄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原 盛开着永不凋零 让你来电话 今天看不出 终于在高原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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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是许葳老师的嘛 那许葳老师很多人都说 它是行走的故事 它每一首歌都是有原因的 那也有人想到蓝莲花 会想到埃及的国花 您想到蓝莲花会想到什么呢 陈老师 我觉得蓝莲花就是 你所追求的那个梦 就是仿佛触手可及 但是其实你永远也抓不住 但是就是因为你抓不住 你就永远地在被它吸引着 不断地朝前走 不管我们身处在什么环境里 我们有多大岁数 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这个境况里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心目中的那朵蓝莲花 就是你追求的 向往的东西 虽不能至 心向往至 只要你还热爱音乐 还热爱摇滚 你的这个灵魂呢 就永远年轻 哇 太棒了 据说喜欢摇滚的人 都有一颗不羁的心 我们采访了一个大学时代 睡在建兵老师上铺的兄弟 听听兄弟的口中 您有多爱摇滚 我跟陈彦斌住在一个宿舍 他住在我上铺 我们这个窗旁边就是一个窗户 所以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不管春夏秋冬 就会趴在那个窗户上 冲着校园 生怕有任何一个人 听不到的那种嗓门 去吼几嗓子 催剑了 唐潮了 黑豹了 老陈是比较情绪化的 高兴了也唱 不高兴也唱 跳着饭盆也唱 痛苦了也唱 属于自我陶醉型的 唱得好不好不重要 但是你看他的表情 他自己觉得很享受 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我觉得那个年代是一个 充满了激情的一个火热的年代 因为是那样的年代 所以才能孕育出摇滚乐 我们可能都听到 把一盒磁带都 已经那个声音没办法再听了 然后就再去买一盒 那时候看演出嘛 起自行车 起到什么 从中戏去到电影学 或者去到什么宠闻门 那都是经常的事 他组建过一个乐队 叫那个小宫吕 他们拒绝了我的加入 当然我也没有生气 在这个节目当中 一直能够坚定地这么认为 你自己唱的就是最好的 这90年代是中国摇滚的 黄金时代 是 那时候您心中有摇滚偶像吗 我觉得应该是 很多人心中的吧 就像这个崔剑了 你有看过他表演吗 那个时候 去过 但是那个是没有票的 就不要票 是吗 对 还是你自己没买 可能是我们自己没买 就进去 反正我们 我不记得花过钱 刚才我们说 摇滚是很多人 年轻时候的梦想 那我们也有一个 拉卡拉 全民梦想基金 那我看到 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就有很多人 在跟我们分享 他们的梦想 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拉卡拉在为你们加油 接下来全场的所有观众 做好准备 投票通道 正式开启 请投票 一起来看结果 没有看了 没有看了 曾经有说王像 对 这黄的也太小了 谢谢各位 谢谢 您觉得自己能走歌吗 可以做 问题是这个歌 是唱给观众的 那就交给观众 对 交给观众 那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你们也可以拿出手机 打开手机天猫 手机淘宝 摇一摇 猜输赢 来赢取一百元的 天猫超市生活费 我们的竞赛 已经从这一刻 就正式开始了 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 有请下一组选手 天哪 这边哥你没想到 会有这一局吧 这个完全没想到 你刚刚是不是 已经敲了两腿 觉得 对 我完全已经都放松了 对吧 超胜券这样子 那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什么样的反应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很高兴 我一想到 我又能见到各位评委 各位观众 少来 我心情非常愉快 这个演唱一分钟 影响到 你能不能够通到半决赛 好 我觉得他做得特别好 我要加油 我要加油 你们要唱哪首歌 我想好了 我要唱一首情歌 叫唯一 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 喜欢我的朋友们 我也想好了 我也要唱一首情歌 好哎 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 不要学人家说话 我有听出来 吻别 吻别 加油 加油 音乐 前程往事成云烟 消散在彼此眼前 就连说过了再见 也看不见你有些爱怨 给我的一切 你不过是在敷衍 你笑得越无邪 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言 总在刹那间 有一些了解 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 时间到了 就在一转眼 发现你的脸 已经陌生不会再想从前 我的世界开始下雪 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 冷得连隐藏的遗憾 都那么的明显 我和你吻别 在无人的街 让风吹笑我不能拒绝 我和你吻别 在狂乱的夜 我的心 等着迎接伤悲 谢谢 接下来请余奕接受挑战 谢谢余奕老师 余奕 我的天空 多么的清晰 懂得沉默 过去的空气 牵着我的手 是你 但你的笑容 却看不清 是否 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 从前的愿望 你全都给抛弃 最近我无法呼吸 连自己的影子 都想逃避 随便 你去说 獨自对着电话说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谢谢 两位的PK演唱都已经完成 接下来 旅行投票的使命 就要交到我们三位老师的手上 三位共同来商议一下 然后在纸上 写下本场跨界歌王的名字 二位暂时休息 谢谢二位的演唱 谢谢你们 我们今天这场比赛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PK战 其实给了我们更多的惊险和刺激 同时也让我们听到了 更多好听的歌曲 唱听跨界歌王2 全场好歌 全网独家旨在网易云音乐 下载网易云音乐APP 和三亿有趣的人一起听歌看评论吧 感受音乐力量 请休息一下 我们有请下一位经典前手 《歌曲 》 《歌曲 》 《歌曲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你都如何回忆我 带着小伙是很沉默 这些年来 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感到妹妹 你全给我的西班牙鲜饼 甜蜜的人化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感到妹妹 我们曾拥有甜蜜的爱情 疯狂地撕裂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在这相似的深夜里 你是否一样 要再紧紧追回感伤 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 现在也不那么遗憾 你都如何回忆我 带着小伙是很沉默 这些年来 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感到妹妹 你先给我的西班牙鲜饼 甜蜜的人化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感到妹妹 我们曾拥有甜蜜的爱情 疯狂地撕裂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如何去爱 可许你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感到妹妹 你先给我的西班牙鲜饼 甜蜜的人化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感到妹妹 我们曾拥有甜蜜的爱情 疯狂地撕裂了我 天空只剩在哭泣 永远不会再重来 有一个男孩爱着 那个女孩 小朋友好棒 哇小飞机飞得好准啊 对好专业啊这两个 小宝贝好萌啊 谢谢 谢谢两个小宝贝 谢谢 你好帅 你看他长得像不像魏达勋的儿童时代 亲爸爸一口 真的亲 谢谢 谢谢两个小宝贝 你自己唱得过瘾吗 我有点紧张还是 没看过来 我说再放松一点 可能会更好 在这个网易云音乐 有很多专业的乐迷 譬如说有个乐迷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当年原版的这个刘若英 后半段的和声 和音里面有梁静茹的声音 当时梁静茹还没火的时候 帮这歌和过音 回去再听听看 那如果我们的很多网友啊 观众啊想再听大勋演唱这首歌曲的话 怎么办 赶快下载网易云音乐的APP 然后可以反复来听歌 同时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专区当中 发表你们的评论哦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啊 刚刚被你气到了 刚刚被你气到了 正准备要一起唱后来的时候 你就开始天空之沉了 第二次我准备跟着唱后来的时候 你又天空之沉了 终于第三次我等到 后来 这里这里就怨老仔 哎 怨老仔 我们设计着这个故事也是特别好 它是一个倒许 两个人越来越幸福 哎最后回到了 童年 虽然它可能是一个很悲伤 因为这首音乐是一个很 有点有点稍微有点悲伤的一种感觉 童年又回到 然后他们就最后又回到了 小男孩跟小女孩的这种 吃错药了 本身听后来这首歌 刘若英的版本 会让我们带着浓浓的伤感 但是好像魏大勋这个版本 给了我们很多的希望哎 是 所以我希望你们把我留下来 这么想留下来 那就不行 你还得再多做一点付出 因为这里有很多你的粉丝 你可不可以来一个卖萌五连拍 准备了 一 二 三 四 最后一个 哇 果然这一刻不清晰 你要发微博啊 娇哥 没问题 我会发他这五张照片 以及我的十张照片 一并的混在一起 最后我还有一个要求 亲爱的大勋 还有没有魔术 我好想看魔术 魔术没有 那还可以秀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很多才多艺的 我在清唱一段迷谣吧 对你的爱让我变得单纯 你看我的心越来越真 不要问是谁辜负了我们的青春 我对你的爱比还还深 在无尽黑夜刺痛我的灵魂 是你 轻轻一问 是你 我的美人 好 谢谢大学生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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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请上最后一位敬典选手 你看他又讲不出话 可是他刚刚真的唱得出声 发声的部分比较低 正好是那个说话的那个 那一段声带 好像水中比较厉害 但是现在为了配合我这个装 我也可以这样说话 还有一个我特别感动的就是 信 那个时代就真的得拿纸 拿笔 还得要贴上邮票 还得去找到那个桶子给寄出去 我透露一个小秘密啊 就刚才你登场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戴老师 突然间戴老师的眼中 闪现着光芒 看到了青春版的 当年的江山的样子 是不是戴老师 你们别脸红啊 我脸红精神焕发 投票之前 我们要把另外的两位快捷歌手 再次请回舞台 好 接下来就是开始我们投票的时间了 请投票 我们会稍后来正式公布 这次呢我们想请我们全场年龄最小的魏大勋 用你的拉卡拉手环 在我们的拉卡拉智能pose机上进行刷取 三 四 二 五万 五万 接下来我们要用跑灯的方式选出这一场 为我们来宣读结果的快捷歌手 到底会是谁 跑灯开始 灯灯 这一场的结果由你来为我们宣读 现在的结果已经出现在了这一颗更清晰的OPPO R9S手机上 来 灯灯 我先说一个比较安全的票数 就是我自己的票数 这二百五十六票 刚才已经看到了就是建民老师和余毅的票数是一样 比赛到现在只有一个人晋级 就是姚晨大摇 他拿了两次的第一 所以呢今天如果建民老师能够拿一个第一 建民老师就半决赛见了 结果是如何 还是要请评委老师请子娇来去公布这个结果 好 刚刚也看到了我们各唱了一分钟的歌 然后三位评论员投票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结果 本期的歌王就是 本周歌王是 本周歌王是 你行了快点吧 歌王是 建民哥 恭喜建民老师投资工晋级半决赛 谢谢这个三位评委 包括这个老仔老师 我今天的胜利呢不是我个人的胜利 而是这个整个这个乐队的胜利 因为他们都站在我身后 就跟我一起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是沾了这个集体的这个光 谢谢 拉卡拉梦想基金又注入更多的基金金额 看看今天的总金额是多少 乘以一千就是三十三万三千元 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拉卡拉手环公众号 说出你的梦想 拉卡拉全民梦想基金 助你实现 每期筛选出来的梦想基金 捐助名单和金额 请登陆拉卡拉手环公众号查询 接下来是我们非常紧张的下半场 淘汰组的结果公布时刻 登登 揭晓淘汰 因为我第一次站在这儿去 我不知道 我觉得我比我自己唱歌都紧张 因为今天进到小黑屋的是三个人 大家都知道删解他因为生病了 如果他要不生病 今天小黑屋就是我 所以先要感谢 但是 就是他的票数是最高的 小黑屋里最高的 108票 你是观众 还有我们都期待你稍早点好起来 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好听的歌 谢谢 因为大勋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内敛 然后是 腼腆 然后我其实心里有一点点 希望他能够留下来 但是 我们是比赛 所以不好意思 大勋 仅以三票之差 要离开这个舞台 云翔是98票 然后大勋是95票 这次失败可能是我 下次激起我的斗志的一股力量 在网易云音乐的APP上 会有一个专门的跨界歌王的复活专区 只要有足够多的网友给你来投票的话 你就很可能会在半决赛的时候复活 我们一起来和张勇吧 可能这舞台这么大 我第一次来就压力很大 而且对手都很强 我可能太紧张了 再有一次机会可能会表现得更好 感谢网络播出平台 腾讯视频 叙利视频 爱奇艺视频 优酷土豆视频 芒果TV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参与跨界歌王话题互动 为你支持的歌王打仿 助力歌王生战榜 登陆微博使用跨界歌王 同款微博会员卡片 叫外卖上饿了吗 吃品质美食 为跨界加油 感谢参动战略合作媒体 行美传媒 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凤凰娱乐 感谢合作媒体下的 有态度的网易新闻 看更多有料直播的 网易新闻客户端 感谢新浪新闻客户端 腾讯新闻客户端 搜狐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 新华网 人民网娱乐 中国日报网 中国青年网 环球网 国际在线 中国网 千龙网 粉丝网 中国电视媒义网 环球资讯网 中国综艺网 网易严选 凤凰时尚一点资讯 今日头条 扎克新闻客户端 橘子直播 熊猫直播 天影视频 时装APP 全聚新直播 易直播 人人直播 高颜值直播 社交平台 小咖旧 斗鱼 TVVfans 微饭APP 秒拍戒 免费万能钥匙 小米电视 天涯社区 摩拜单车 超级新饭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北京交通广播电台 央广媒之声 重新交通广播 向快乐出发 青岛广播 FM95.2 流动欢乐调频 湖南长的鼎城广播电台 湖南长沙品味音乐广播 湖北俄西北故事广播 广东省海风云云广播电台 山东自博经济广播 广西新州电台 海豚之声 九之网 粒子直播 荔枝直播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